35年之前的房子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就比如说40年50年的 它主要缺点有几个 一个是里面的失眠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以前的房子 旧房子通常通风比较高比较差 连排行上都没有 甚至采观也很差 楼层也比较矮小 谈到这个通风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进到一个老房子里面 会闻到一股特殊的味道 就是老房子的味道 煤 这个味道是煤的味道 通常那个是保温棉 我们讲的那个叫石棉 潮汁 我们讲的以前的这种的房子 就是年代九月完以后 产生的这些通风系统比较差 再加上潮湿产生的这些煤 所以我们经常去装修房子的时候 把墙一摘进去 里面散化出来 可能讲的大家会觉得好可笑 从头上倒下来都是什么 老鼠大便 我一捅上去 整个倒下来 全是老鼠大便 所以说你说这个耳臭 不可能没有细菌 所以这些味道都是在这些东西产生的 那所以如果要是解决这种老房子的味道 都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比如说它防止是水质 自助的话我通常是建议几个东西 如果是灰管我认为是要改 第二就是电路要改 第三就是因为结构是不能动的 我们可以动的主要就是排分系统 增加一些流通 所以尽量做一些排通系统 还有一些如果特别老旧的房子 比较小 地很大 房子小 我建议墙体尽量拖荒 在受力强 不受影响状态下 把墙体打开 空间拓展大一点 会感觉这个房子虽小 但是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老鼠大便 这些长期的雷菌的东西 只能够通过heating 我们尽量地把这个暖气开到最高 如果是说我们在不考虑预算的情况下 我们把该拆的东西都拆掉 比如说这个 那就是保温棉要放 除了保温棉之外呢 保温棉换完以后 灰板肯定是要动的 灰板有两种做法 印度人通常为了节省 他就直接盖上去 他不把灰板取消 他直接扔上去把石棉取出来 通过一个梯子爬上去 把石棉取出来 然后再放新的面 因为那个棉其实味道大部分 味道是从棉里面散发出来 这个保温棉是 一个是在墙体里面 一个是在屋顶的上面 那个i-tech里面 对 它主要就是外墙跟溪顶上面 两种保温棉都要取出来 我们讲的屋顶仍可以上去 通常都是可以爬上去 对 直接就从外面去处理 那这个石棉通常来说出现在哪里呢 石棉大概分两个地方 一个主要是在这个外墙跟sitting上面 这是讲墙体 第二就是所有的去水管的 特别是暖气管道 需要包扎 主要是这两个地方是有石棉的成分 所以拆房子之所以说 挥板拆之前没有什么毒 推板一拆 这个毒就散发出来的 所以这个就主要是墙体里面的 没打开 我们经常说老房子住在里面 因为石棉已经证明会致癌了 所以大家都很害怕 但事实上如果你石棉把它包在这个 灰墙里面的时候 是没有这个危险的 对因为他没有跟外界接触 对